中国男排退出世界联赛的消息一出 有球迷认为中国男排可能错过了 巴黎奥运周期第一次和抢手过招锻炼的机会 甚至让一些球迷感到不解 官方给出的退出原因 第一是由于疫情的因素 第二考虑到今年国内还有全运会赛事的安排 其实这一决定的背后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男排考虑到 今年8月的亚锦赛比赛 因为今年的亚锦赛成绩 直接关系到明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根据国际排练的现行规定 中国男排要想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一是通过亚锦赛前两名直接晋级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世界排名晋级 不过中国男排目前的世界排名 仅排在第27位 通过亚锦赛拿到世锦赛资格的可能性更大 这样中国男排可能是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 对今年的国际赛事进行了取舍